昨天我回复粉丝私信的时候看到这么一条信息 是一个女生的投稿 这个女生就小白 小白的妈妈呢要25万彩礼 然后男朋友的妈妈觉得太多了 说现在都不流行彩礼了 但是三年以后男朋友的妈妈打电话说 愿意出50万的彩礼 而且愿意在房产证上加上小白的名字 小白就有点纳闷啊 但是当她知道这个背后的原因以后 她现在在犹豫要不要交 小白32岁 大学本科毕业 现在在一家外企上班 因为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缘分嘛 所以一直单身 现在小白的男朋友林伟 她是家里的独苗 从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接管了她爸爸的生意 这林伟和小白啊 原来的时候是大学同学 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俩本来就谈过恋爱 那时候的感情可能比较单纯 但是毕业以后 林伟就告诉小白说 自己要回家去接管她爸爸的企业 小白呢就去了广州 后来因为异地恋 这两个人就分手了 这么听下来好像这两个人的感情也比较曲折 后来这俩人分手以后 小白就谈了两个男朋友 但是也都无疾而终了 小白再次见到林伟的时候 是在一次展会上 那一年小白31岁 林伟33岁 男未婚 女未嫁 林伟说 哎呀看来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啊 我们这次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于是呢 这俩人就在再一次的重逢当中 牵手了 后来林伟就直接跟小白说 要约双方的父母见面 然后把两个人的婚事定下来 这两家父母见面的时候 林伟的爸爸妈妈穿得非常的隆重 相比之下 小白说就感觉自己的父母特别的普通 林伟的父母也没有表现出 对小白有多么大的热情 简单的含泉之后呢 林伟的妈妈就问 要多少彩礼 小白的妈妈一听这么直接 那她也直接说25万 没想到一听到这个书母之后 林伟的妈妈当时就不乐意了 说你们又不是浙江一带的 要那么多彩礼 我们这边给15万彩礼 已经算多的了 小白的妈妈说 虽然我们家很普通 但是我女儿很优秀 你们家娶了她 她肯定会给你们家赚好多个25万 听小白的妈妈这样说 林伟的爸爸没有接话 小白本以为 这个结婚啊 看起来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没想到三天以后 她接到了林伟妈妈的电话 说他们家愿意把彩礼 上升到50万 而且愿意在婚房上 加上小白的名字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林伟的爸妈这个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呢 原来啊 林伟的爸妈一直就嫌弃小白 他们家是个普通家庭 压根就不想让林伟和小白结婚 但是林伟把一张报告单拍到了他妈妈面前 若惊症 林伟的妈妈这才知道 哦 原来自己的儿子有生理缺陷 所以啊 不但把这个彩礼上升到了50万 而且还愿意让小白变成了房子的女主人 但这个时候小白的妈妈又不愿意了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那一辈子不就不能当妈妈了吗 林伟就跟小白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嫁给我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我相信肯定能治好的 这下小白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说嫁给他吧 做不了母亲 不嫁吧 又放弃不了这段感情 这个彩礼上升到50万 其实在我看来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钱不钱都真的无所谓 你要问问自己的心 到底愿不愿意 跟眼前的这个男人走下去 就像结婚宣誓的时候说的话 无论贫穷或富贵 无论健康或疾病 你都愿意陪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走下去吗 如果你做好了这个准备 那就义无反顾地嫁 但是从小白叙述的角度来看 依我之见 她是在纠结50万的彩礼以及房子 如果结婚的话 这些都全部得到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她有可能不能做妈妈 如果现在放弃这段感情 那就是人才两空 所以我觉得小白其实最终是在纠结 这50万和做妈妈哪一边够划算 可能这才是纠结的本质 确实挺难抉择的 如果男朋友积极治疗 你说万一好了 这就是结打欢喜 其实对于感情而言 说一千到一万 最终还得归结于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你们说 小白应该嫁给有弱经症的男朋友吗 这个婚结的划算吗 评论里留下你的答案吧 我是思涵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